系统偏好设定 我们进到偏好设定这个功能表之后 选择第二个标签 就是所谓的系统偏好设定 那在这边呢 我们只会用到某几个项目 那这边我们看到预设的好友头像 那也就是说 除了我们自己之外 如果在线上还有其他的人 那他的预设头像 会是这一张 那当然如果对方 自己有指定头像的话 就不会是出现这一张 所以如果呢 别人没有指定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帮他挑 不过呢 这一个预设的头像 是统一固定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线上出现了五个 这个同学 但是呢 其中有两个人 他有自定头像 只有三个人 没有自定头像的话 另外的那三个人 就通通都是我们指定的这一张 那再来呢 有一个地方是这个部分 使用Enter键来传送讯息 如果我们有打勾的话 我们在打完字之后 按下Enter 那我们的讯息会送出去 如果呢 我们没有去勾选这个项目 那我们就要用滑鼠去点选 有一个传送的按键 那么我们的讯息呢 才会发送出去 所以就看我们自己的 这个操作的一个习惯 来做一个决定 感谢 Woof 我们ắc联合 到这里 感谢观看